歡迎收看Embrace The Moment 我支持港超聯精華節目 上週上演了五場中銀人壽香港超級聯賽 五場比賽都有很多驚險鏡頭 現在就和大家一起重溫每場賽事的精彩moment 第一場和大家重溫的比賽 就是港會主場鬥傑子 2011年傑子就在這個地獄球場大勝港會7比2 更令這支港超班壩相隔37年之後 再度奉得聯賽冠軍獎盃 事隔五年重臨覆地 就看看傑子這次表現成怎樣 西班牙新兵馬高斯在上半場多次浪費黃金機會 開波7分鐘 連對空門竟然射中微彈出 之後去到22分鐘 這位胡蘇佬頭鎚攻門又被門將馬浩龍拋出 艾利奧寶蛇又是高出 根門射不入 頭鎚又頂不入 那不如試下來個中路遠射吧 不過力水和角度都撐點 最後雙方上半場互無紀錄 去到下半場 傑子先後調入艾利士和新組加強火力 57分鐘 拿分路左腳競射 但又過不到馬浩龍那關了 接著去到71分鐘 傑子終於攻破港會防線了 隊長盧君爾接應隊友全球後 去到中路起腳死腳入網 就是這樣 傑子就以1比0平先了 林欣許交腳靈波給盧君爾 推到去中路再射入 交到浩龍哥頂不至終於失手了 當然啦 君爾不向出名 入攝時間很準的嘛 最後去到89分鐘 後備入體的艾利士左路快放 推到入禁區 按射遠處入網 帶領球隊2比0的大港會 全取三分 結至由開櫃至今三戰全勝 我估氣勢也別說不厲害 而港會雖然開櫃至今三戰三敗 不過領隊伊華特就說 球員的心理和身體質素都越來越好 有信心下場作客 標準浩天 可以拿到今季的第一分 接著就帶大家來到釜山道運動場 看看標準浩天 主場迎戰R&F負力的比賽 標準浩天上個星期 先在銀牌初賽以1比0小勝 R&F負力 說這麼快又在聯賽再鬥過了 開球三分鐘 標準浩天先來了 上場入球的大亞絲 攻門中柱彈出 近門的發比安尼又把握不到 大亞絲想補射嗎 又被滿章盈餘講出 之後去到20分鐘 R&F負力的香港強烈增鍵坊 由老百負推到入禁區 但被滿章銷量7元空檔 接著去到41分鐘 又是他 增鍵坊禁區內施射 不過今次又是差點 趕緊柱彈出界 最後上半場 雙方都沒辦法打開記錄 換邊之後 標準浩天開始心急了 53分鐘 發比安尼捉腦大腳軟射 可惜一飛沖天 不過8分鐘之後 這位全場最高的長人中鋒 禁區內被梁家欺親犯 投精直至12碼 發比安尼親自操刀射入 終於為球隊打開記錄 1比0先 10分鐘之後 楊智倫在右閘殺到上前面 按牠的窩裡露石 為標準浩天堅定2比0清局 越打越後的刺鞭 好久沒入球了 做了Daddy是精神一點的 他還說將入球送給太太Marvel 和兒子景環 自從小智B出生之後 球隊連贏兩場 來看真是好腳頭 接著就帶大家來到香港大球場 看看香港飛馬主場迎戰九巴元朗 香港飛馬雖然有前鋒沙華雙室場頭 但一開球 攻勢已經浪接浪了 上半場12分鐘 香港飛馬憑著一個很漂亮的入攝組織 打開記錄 入球的就是代替沙華上陣的迪亞高 令到香港飛馬早階段 就以1比0領先 看看牠們還開心到跳回拍舞 接著去到28分鐘 元朗首將陳彥光禁區內犯手球 球證直至12碼 香港飛馬由利馬主射破網 協助球隊將比數拉開至2比0 落後兩球的元朗沒有放棄 短短9分鐘之後 就由中場的雅樂風挑射 劉浩林軟射破網 拿到個人首個港超聯入球 更為球隊追成2比2 拿回1分 這位23歲新星還說 入球後差點激動到哭出來 主教練曾超達就說 元朗精神就是博中 所以追和是未夠的 還想反超前 三分鐘之後 後上的劉嘉銘和王仲浩鬥快 雖然嘉銘跑贏了拿到球 但就過不到門將機師站了 最後去到88分鐘 後備入體的葉子仲 在左路引了機師站出來 再回傳給迪卡奧射門 哎呀 對著空門射高 真是浪費了啦 最後雙方以2比2打成平手 角得1分 真超達教練大丹 求到有一股拼勁精神 不會因為落後就放棄 最後差點可以拿到最好的結果 不過和局都收貨呀 接著就帶大家來到 好久都沒來過的大埔運動場 看看和富大埔硬坎南華的大戰 今季第一次主場速擊的和富大埔 吸引了1474人來捧場 整場波氣氛都非常熱鬧 尤其是一班相當熱情 喊足全場的大埔街坊 雖然和富大埔人腳不齊 但其實全場攻勢都不少 上半場15分鐘 理解要右路傳蹤 門將曾文輝拍出不遠 曾經得遠處控定起腳 可惜射中了網側 不過踢球不是攻勢多就贏 有時一次攻勢就足以致命 不過一直受壓的南華 在22分鐘才第一次正式埋門 就由艾華射入 帶領球隊以1比0 不過不要看小和富大埔的主場威力 在一班街坊喊到把聲都關閉的情況下 去到69分鐘 終於由後備入替的中村友人 近門射入 為球隊追和1比1 看一班大埔街坊興奮到 不過對手南華還有個Mr.White 79分鐘 高美斯在禁區之內接應羅曉聰全中頂入 南華再次超前至2比1 這位賽爾維亞前鋒 連同阿歇杯和第一場聯賽 四場比賽都有入球 狀態真是決 最後去到89分鐘 南華原本有一個擴大比數的機會 又是高美斯 左路推到入禁區再傳中 但門前的林鶴熙竟然miss了這個黃金機會 最後南華2比1擊敗和富大埔 全取三分 南華教練列卡道Rambo就說 有部份球員早前沒有反出戰阿歇杯 在缺乏比賽之下 狀態有少少回落 還強調下場艾坎東方龍獅 賽前一定會做出部署 最後一場就是衛免港超聯的東方龍獅 主場速擊迎戰李文流浪 刀坊龍獅今場有澳洲中央米曹受傷 需要由曾志孝和羅拔圖握手中腦 而越借越強的李文流浪 就安排了兩位新兵張健鋒 和黎耀昌先做後備 上半場35分鐘 李文流浪就給了一個驚喜大家 佐迪巧妙開出罰球 原先化身反人場的葉仲浪 轉身入禁區攝影 但就被樂迪股司拉毀了 球證直至12碼 隊長助力親自操都搞定 就是這樣 李文流浪領先1比0 不過別開心得那麼早 因為去到完半場之前 再有12碼 球證就說謝朗堅禁區之內 劇別了徐德瑞 直至12碼 由樂迪股司一射入網 上半場兩隊就以1比1打成平手 去到下半場58分鐘 盧高被對方球員力壓之下 帶到近底線傳中 樂迪股司射不入 李康蓮寶石又不入啊 6分鐘之後 又是東方龍師攻勢 樂迪股司傳中 後備入體的基奧雲尼 接應之後立刻起腳 但就被門將憂於冥風擋 又錯失一個黃金人球機會了 一分鐘之後 後備入體逢人扭人的黎耀昌就見功了 搞到侵犯他的敵高 兩黃一紅離場 打多一個的李文流浪 還立刻製造了一個驚險鏡頭 由另一位後備兵張憶豐一腳競射 差點搞定葉平輝啊 80人應戰的東方龍師去到85分鐘 由李康蓮在禁區邊 射入了一球世界波之中的 協助球隊2-2-1擊敗李文流浪 全取三分 賽後我們找了連續兩場比賽 成為東網評述員選出的 Man of the Match 李康蓮做訪問 入球之後 浦皮B的動作是有甚麼意思呢 剛好9月 在剛好之前兩個星期 我們密尼治療師 多龍媽又生了一個小朋友 還有阿瑞又生了一個小朋友 這個動作是祝福他們兩個 有健康 對 那你自己兩場狀態這麼正式 這麼好表演 有甚麼感受呢 都是自己要保持 都是在訓練那裡 給人家訓練 自然有機會自己去努力 贏球就是整隊的努力 還有剛才直播期間的時候 和哥就說你帶球去到底線的時候 才會懂得怎樣做 那如果有球給你自己的話 可能未必想射 你有甚麼反駁和哥呢 那不是的 其實隨機的 那球來到有機會射 有機會射 有機會射 就是自己做 好像和哥那樣 自己做力工 都是一波波射 就是最重要的測數 另外呢 上一場聯合波之後 說到初選的名單 看到你 那自己會不會覺得很開心 那一定會開心 那可以有機會在初選的名單 證明了得到他的認同 和自己的努力 是補白費的 我們再次恭喜小看影片 Thank you 在細節分榜最新形勢 越至開季至今三節全聖得9分 暫時找賽網手 東方龍師和南華同樣兩戰兩聖得6分 正現第二位 至於經過三輪賽事之後 還未開渣的榜輪 也前排在榜尾 跟著就和大家看看未來的賽程 星期五晚 香港飛馬將會在大球場出擊 迎戰RNF附力 而星期六就有和富大埔 鬥冠中南區 和李文流浪主場迎戰傑士 到星期日就有標準浩天硬砍港會 還有南華和東方龍師的大戰 當中李文流浪對傑志 和南華鬥東方龍師的賽事 東網都將會提供直播 各位支持本地球迷 記得Download東網APP看直播 還有大家如果想在直播期間 和東網的平術員 互動溝通廣播經 歡迎到時去到我支持本地球 Facebook專頁留言就可以了 下集再見 Bye Bye